今天我們設計了一個別開心面的活動 在這個過程當中 學生其實沒有給任何指引 亦都沒有任何方法給他們做 但他們要發揮他們自己的創意 去做他們設計 去完成一個爬柱的機械人 第一次當我們找到他們出來做嘗試的時候 其實他們會看到原來有很多方法可以改良 在這個時候我們就會給一些指引 告訴他們有什麼方法可以改良和加以改善 再回去想他們的新設計 其實我們看到參加的同學 除了來自不同年級之外 男生和女生的比例也有比較多 在這個情況下 我們看到不同的同學有不同的能力 而其中一樣給我印象深刻的 就是當我們決定問有沒有隊 可以出來做嘗試 或者做真正的擅長測試的時候 女生有兩隊女生隊一起出來嘗試 我們看到女生在這方面 其實都很積極去參與這個工作設計 在這次裏面科大的學生 其實他在事先是不知道我們的設計是怎樣 亦都不知道我們打算做什麼 在這情況下 其實學生和參加的同學 他們可以融成一體 他們一起去參與 一起去設計 一起去了解 怎樣去做他們心目中最理想的設計方法 其實工程師最主要就是我們怎樣運用我們的智慧 去解決社會上不同的困難 亦都可以幫人類改善生活 在這個工作坊裡我們希望讓同學感受一下 怎樣用一個有趣的方法去解決工程上的挑戰 希望將來我們在這方面再做多嘗試 希望做得更有趣的工作方法 發展得更多的情感 很能向來 我們都會再配一 騎機 отправ到我 合體 Parce 感谢观看